随口说大马 大家好啊 槟城下雨了 连着两天了 本来我以为雨季过了呢 没想到又开始下了 这两天都没有去爬山 我现在去趟超市 去买一个那个电子乘的电池去 其实都二十多号 其实都二十几号 就二十号 本来应该月初的时候上乘 看看减肥成果 结果这月中都过了 就是说准备把电池买了 回去上乘乘 看看这一个月减肥减的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是有效 减下来了 你这每天不能白运动 其实这个月我就不怎么坚持 开始登记了 已经开始练无痒了 但是这个肩膀还是不行 昨天都贴高要 这还是不能特别大的那个重量 这个肩膀回头 这个看来这个应该是一年了吧 恢复一年了 没有做手术 慢慢的康复 还是不行 以后真是落下残疾了 拿不了重东西了 这个每年啊 到这个年底的时候 就是 马来西亚炎热的夏季 或者说叫旱季 不下雨了 万里乌云 太阳直晒 到那个时候 就会很难受 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觉前就有可能要开一会空调 因为白天整个太阳暴晒了 那个床晒的都是热的 尤其我那张床 靠近窗户 所以白天一般你都要拉着窗帘 但是那样那个床垫子 它也去吸热 你晚上睡上去就跟睡电肉 这就有一个人体上 我不用买电池了 我可以在这撑一下 看 对吧 我看我这有印记 你要撑一下吗 我先来吧 这怎么着 不毛吗 我还没站呢就5公斤了 65 你看看这准不准啊 不会减这么快吧 来来来给你撑着 你知道以前你多重吗 看40 这没法这没法量身高 你还52.3公斤呐 来来我再给他五毛铁 你看你看 64.9 跟刚才65差不多 走吧 我 8月份撑重的时候 我8月份撑的时候是多少啊 70多公斤啊 还是80多公斤啊 忘了 就回去查他那个视频 减的也太快了吧 不过我正常的体重就是在65到70公斤 之间 多少年了一直都这样 就这刚开始管制令的时候 百家呆的时间有点太长 所以体重一下都上了 这个卖表 我这应该有这种电池 老板有这种电池吗 多少钱要一粒 12块 一粒换两张 对 这电池还挺贵 谢谢啊 谢谢 本来我冰冰要吃日餐 结果呢 开始好那间锅子 我们俩现在得吃韩餐 庆祝减肥成果 给一下减掉了 差不多20斤马 得吃点肉 补一补 减的太多了 我去过一次特正宗的韩国饭馆 别人请客啊 别傻了 这个一个一个盘子就往上了一坨 后来我跟他说 就咱们俩人不用点太多的菜哈 就吃不了 他说我点的菜还没上 这些都是缝的 这些也不是咱们店的 全都是缝的 就包括说这个 蒜 你把肉 放到这菜里 再放一点蒜 再放它里面的酱 包着肉吃 你不会用你跟他有叉吧 你说你一个 中国人就不用菜的了 吃点肉 吃点肉 追个这个豆 推我用画的就看能不能把这个豆下来 你看 还行啊 其实我不用菜 人家 那个肉 肉 这么多 这样,老舵鼓子会用太多,所以我也会用太多,不正鼓子。 这个你看,你看那个七个豆子,你看韩国人开这个楼子, 开,增加胳膊,然后再这么一扭。 这个酒,我一次能喝十酒。 牛排,我还特意没给你要那个牛五块肉,那有肥的吗? 但是这一点啊,你看它是掺在这个瘦肉里边的,好吃。 可能是人生的就棒了。 这家餐厅啊,改这儿得有,比我来的都早。 你看这疫情都没有到,这家餐厅应该很赚爽。 最便宜的牛肉,是75块一份,等重点。 最贵的牛肉,一份是200多,我们这一份,是115多。 刚才我数了说,13块,或者说13片。 你在这儿吃一顿烤肉,基本上跟在韩国吃一顿烤肉,差不多一个价。 我有一次上这儿来,就是帮我北京的一个朋友,把他那个巴手奥座,卖给了我北京一个锦儿了。 别人请假秧了,说你不请了,先吃温饭啊。 然后,我挑的就是这个,对吧。 我们大概是,六个大人,三个孩子,加上喝酒。 他一结账是1500马力。 那记得特轻松。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辆车,我才帮他卖了2000马力。 拿一片叶子,然后呢,放一片肉。 不过呢,他说,你吃辣白菜吗? 哎,你加上一点辣白菜,谁要加太多。 然后,摸一点,还有一个酱。 还有一个酱,咸了,很好菜。 你不吃蒜了,真正韩国人要捧一身蒜。 韩国人吃饭,只得一个太大酸了。 来,来来说,让你多吃点肉。 这一小盘啊,110马力。 好吃吗?好吃啊?好吃的。 你自己卷了。 你放多碗酱,然后呢。 在韩国就是这些东西,就每样小菜,你吃完了。 还是随便给你,不加钱吗? 因为他肉卖到多,别的钱都有很多肉。 来一张饼吃吧。 就是葡萄的。韩国人的祖先,以前也是中国人。 这一张饼吃。 这个辣白菜炒饭,看着很正宗啊。 他上头有一个蛋。 其实刚才我想点一个生牛肉。 牛肉可以生肉回饭,但我怕你不吃。 。 我这外的鱼很大。 慢慢吃啊,咱们不着急。 你是要把那个蛋弄碎了,跟那个饭,还有这个,这个紫菜。 一块,拌在一起,搅拌。 明天让你妈带去韩国。 我去过好几次。 你去干嘛? 去旅游,那时候还没你。 其实韩餐,我觉得韩餐讨论。 咱没出锅之前,你小,我们知道。 其实老带不去吃韩餐,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去吃。 你尝尝这个肉,这个肉腌过,应该是有味道。 那个,我要的那个圆那儿都没有腌过,所以我们也对。 看看这两,这两种哪种多好吃。 应该都好吃啊。 没事,明天爸爸帮家咱们自个儿烤多肉。 这个,这个刚才因为我吃了,我也知道这个不怎么样。 等到那个烤盘到了,咱们,咱们俩就先烤一次。